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上周咱们聊到买房和租房的一个比较 聊了好几期 势必要涉及一个问题 我看评论区也有留言来问说 买房子不是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抵税吗 所以咱们今天来深入的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你明确两个概念 Standard deduction和itemized deduction 简言之 就是在计算收入所得税的时候 你的总收入减去一个抵减额 剩下的金额 再来乘以你相对的税率 就是你的要付多少税 这个抵减额减多少呢 美国国税局给了你两个选择 一个叫标准抵减额 Standard deduction 就是以夫妻合报来举例 今年2022年 这个数额是25900 就是不到26000块钱 这个数是国税局定的 它每年会根据通货膨胀来调整 那另外一个就叫自然定制一个抵减额 这个数额就每个人多少是不一样了 你可以选择在这里面挑大的那个来进行抵减 所以对你最有利的情况 是这两个数额差距比较大 也就是说你的itemized deduction 要么就比25900大出很多 要么小很多 这样你选大的那个就比较划算 如果两个金额差不多 另外一个相当于浪费掉了 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那Standard deduction怎么算呢 每个人不一样 因为国税局规定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费用 有些可以抵税 有些不可以 它给你一个列表 其中和买房相关的费用 比如说房贷的利息以及递税就在其中 这就是大家认为买房相对于租房的好处之一 就是因为这两项费用可以抵税 所以如果你在这一年当中刚好有一笔大的花销 或者好几笔大的花销 是符合它这个国税局抵税列表 这些给你的这些item 我们叫schedule A 它这个列表叫schedule A 那你算出来的itemized deduction 就很有可能会超过standard deduction 买房的这些花销等于就用上了 它确实就是一个相对租房来说的一个优势 但是如果抄不过 那就压根用不上 其实据统计 以前确实很多人都可以用上 但是2017年税法改了之后 有90%的纳税人是用不上itemized deduction了 就是你也不想用嘛 因为它没有standard deduction大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2017年税改对我们最有影响的变化 就是一它提高了standard deduction 二它改变了itemized deduction 这个列表里面很多费用的上限 有的是把上限变低了 有的是以前没有上限 它现在给你加一个上限 所以这些费用每一项能够抵减的金额 就比以前 如果你有这些费用的话 如果你今年产生了这些费用 那它每一项金额都会变小 加起来的总和 大概率时间就会变小 而standard deduction这个数额又变大了 这两个动作就使得越来越多的纳税人 他们那点itemized deduction的费用 根本不能出圈 就是根本用不上 实际上我看到过一个统计数据 有点记不清具体的数了 就是说通过这个操作 国设局每年的tax revenue 就比2017年以前是多了 我忘了是18 billion还是80 billion 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数 所以这个操作是有益让我们不能省税的 其实大多数中产阶级 在这方面能够省的税是比以前少了的 好 咱们看看买房方面的费用是怎么封顶的 先看利息 17年12月以前买的房子 前100万贷款金额产生的利息 可以列入itemized deduction来计算 但是17年12月以后 只有75万的loan产生的利息 可以抵减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你18年买的房子 100万的贷款 按照3%的利率来算 只有75万的3% 也就是22500的利息费用 可以列入当年的itemized deduction的计算 如果你的房子是多年以前买的 你是可以以前100万的loan产生的利息都来抵减 但是随着每年还款 点头久了 因为你每年都会还掉一些本金 所以买了很多年的房子 有可能到这个时候 你的loan的本金就不到100万了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 其实说实话 今年这个利率大涨之后 如果是今年这个利率环境下 新贷的款 利息的额度之大 到时候你倒是很有可能可以用这个itemized deduction 就它会超过standard deduction 就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的话 但是如果你能选的话 你想要这样吗 我宁愿去低利率 然后用这个标准低减额报市 也不愿意现在这么高利率 它先流方面也不make sense 大家注意 就考虑买房子 这个standard deduction 所以要考虑多出来多少底税额 还要看这个列表上 还有什么费用是自己有的 可以加进去一起算itemized deduction 和房地产有关的还有一项 就是地税 它是放在地方税这篮里头给你算的 因为不管是地税 property tax 还是销售税 sales tax 还是州的收入所得税 state income tax 有些地方还有local 就是城市的income tax 这些税种 都是交给地方政府的 所以国税局 就是联邦国税局 规定这些税款 也可以计算到itemized deduction 作为一个抵减项 来抵减联邦税的总金额 但是它这一项 有一个1万块钱的上限 咱们来看看 首先你先看看 今年你的收入里头 有多少是州的收入所得税 像纽约州和加州这种州税税率比较高的地方 而且大家的收入东西海岸 普遍也比较高的地方 就光state income tax 这一项就很难在1万以下了 它这刚才说了 有一个1万块钱 整个这一大项 有一个1万块钱的封顶 所以这一项 光这个state income tax 就到1万了 在纽约州或者加州这种地方 地税是多少 其实都无关紧要 也用不上 那换一种情况 假如你没有生活在高收入 或者高州收入所得税税率的地方 而且你自己的家庭年收入也不高的话 state income tax 还可以和sales tax比较一下 来取大的那一个算入item as deduction 这1万块钱 sales tax一般是比不过income tax的 除非你生活在德州或者佛罗尔达这种 没有state income tax的州 或者是你今年买了很多 花了很多钱 sales tax才有可能超过state income tax 比方说你今年的州收入所得税 是5000块钱 今年花的sales tax是3000 那么取大的也就是5000块钱 来纳入总抵减额 等于这一项里面 咱们说了1万块钱封顶 你已经用掉了5000 还有5000块钱可以留给地税 如果你刚好有这么多地税 或者少于5000块钱的地税 那等于地税这一部分 你是全都用上了 可以说就买房的优势 确实也体现出来了 可是这些事你又不能孤立来看 如果你真的生活在一个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州 就刚才说了 就地税也能够参与抵减 很有可能你的房子往往也没那么贵 那你贷款金额也不会动不动 就是100万 很有可能你的利息也不会那么多 加起来算出来的这个itemized deduction 可能还是超过25900的标准抵减额 那就等于还是白瞎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费用是 大家可以看到 在schedule A上面 是可以加入itemized deduction计算的 比如说医疗费 比如说donation 就是捐赠 比如说失窃的一些损失等等 但这些都不具备普遍性 也不常见 医疗费是贵 但它也得是没有保险报销的部分 而且还只有超过AGI 7.5%的部分可以纳入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AGI 这个AGI咱们介绍过是什么东西 是报税的时候一个专有名词 指一个毛的总收入 就是什么工资 股票 收入 房租 都算在一起 这些都属于比较典型的 AGI的item 算出来一个总收入 比如AGI的7.5% 比如你AGI有20万 7.5%就是1万5 那你今年得是没有医疗保险报销的部分 得超过1万5的那个部分 才能加入itemized deduction的计算 比如你今年没报销的部分有16000 那只有1000块钱 可以加入itemized deduction的计算 所以说能够用上的医疗费 其实也不常见 而且咱们刚才也说了 即使你最后算出来的itemized deduction 是超出standard deduction的 然后你用上了这个itemized deduction 你得看它超出多少 就超出一点点的话意义也不大 假如说超出5000块钱 然后你的effective税率是20% 那也就是今年一年能有1000块钱的差距 让你省了1000块钱的税 所以其实对于大多数人 在2017年税法改了之后 买房相对于租房 抵税的优势是小多了 甚至是没有了 以前是有的 现在真的就特别小 好 所以呢 这期就到这儿 喜欢的观众 请你帮我点一个赞 不过为了这个房杠 咱们多说一句吧 刚才也提了今年利率翻倍了 倒是有可能 很多人以前是用不上itemized deduction 今年如果新买的房是可以用上了 不过呢 这是在你已经买了房的前提下 当然能够抵减利息是比它用不上要好 但是如果让你在买不买之间选的话 你说买房有抵税的优势 就为了这点抵税的优势 现在去take那么高利息的一个loan 它也未必划算 所以呢 这就是关于这个话题 但我并不是劝大家别买房 这个homeowner所享受的这种掌控感 以及便利 包括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面子问题 这都是租房没法比的 只是说从钱上看 未必占优势 我知道很多人还会说那买房还能升值呢 这个问题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了 要真计算啊 尤其是对于很多地区来说 结论可能还真的会让一部分人吃惊 只是我虽然是个理财博主 我也同意人不能活得太清醒了 把这个世界样样都计算得太清楚 反而容易不开心 好 所以这期咱们就说到这儿 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马上就过节了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愉快的holiday season 咱们下期再见